中人仁壽香港超級聯賽 星期日獨腳氣 由李文在主場深水埗運動場 火拼香港飛馬 再度換歲的香港飛馬 今場由查理士搭陳少奇任雙箭頭 開球7分鐘 出現第一次巨威脅邁門 大衛拉菲爾接應陳少奇的斜傳 完全位置窩裡 被袁浩俊接殺 4分鐘之後 大衛拉菲爾再有入球機會 今次接應查理士傳送 沒有人抹的情況下起腳 竟然一飛衝天 他自己都很失望 主隊都不是一味捱打 18分鐘有鄭少軍把握米高加斯洛 頭脫解圍不遠 禁區內窩裡抽射 可惜不中目標 錯失黃金機會 就被香港飛馬取得領先優勢 查理士26分鐘 門前接應陳曉鋒二傳 窩裡射成1比0 幫球隊打開紀錄 不過落後的李文 10分鐘之後就憑國球攻勢追成平手 烈斯澳接應李康廉口翠二傳 射成1比1 得勢不搖人 李文在上半場尾段 有鄭少軍右路傳中 尼迪利門前污里見宮 幫球隊反超前到2比1 完上半場 換邊之後李文再有進場 56分鐘鄭少軍左路送遠傳 尼迪利接應阿哥斯達二傳 緊射得手 將比數拉開到3比1 尼迪利2分鐘之後 一度有機會在這個時候 完成帽子氣法 但是這一腳過不到梁天傑 他軍在65分鐘 一度追至較近比數 由馬高斯接應張志勇長傳 左路窩里抽入 追成2比3 尼迪利的帽子氣法 終於在補時階段完成 佐迪接應佛球施射 被擋後中暑彈出 尼迪利把握機會衝前保重 連中三元之餘 為主隊奠定勝局 最終李文在主場這裡 以4比2擊敗香港飛馬 打開勝利之門 東網體育報道